翡翠岛 一处洞府中 钟红玉、海大牛、郑山等高层都在 对面还有两位气质飘渺的仙子 其中一人 赫然是柳絮 不过此时的对方 赫然已经结丹成功 步入结丹初期境界 此女乃是根正苗红的三国修仙界仙苗 又是天品慕陵根资质 选拔入翡翠岛之后 被方熙传授青木长生公 由于天品灵根结丹没有平景 此女苦修数十年 终于金丹大成 而另外一位仙子 竟然是黄云公之徒 灵叔 此女已经到了结丹后期境界 不知怎么与翡翠岛众人混在一起 大概因为知晓 云结子其实就是龙鱼岛主的缘故 憋屈 太憋屈了 海大牛声音浑厚 那些外来修士 太欺负人了 究竟这翡翠岛是谁家的 钟鸿玉苦笑道 如今几乎正抹两道 谨慎的猿鹰老怪都在此处 若不是如意门太上长老 与那头画形龟妖庇护 我等只怕连如今靠边站的地位都不保 他心中隐隐觉得 纵然公子归来 恐怕也只能忍了这气 吃了哑巴亏 诸位不必太过担心 龙鱼岛主法术神通惊人无比 应当无恙的 灵叔开口 声音中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律 岛主也不知何时归来 柳旭神情正正 他当年差点当了方锡的徒弟 结果这位岛主丢下一本秘籍 数十年都不见人影 也是十分令人无语 如今翡翠岛风雨飘摇之际 岛主会回来吗 还是如同传闻中那般 明哲保身 利用古传宋镇一去不回了 就在这时 外界一阵惊雷般的炸响传来 恐怖的猿鹰级斗法波动 令这些结单修士 神情大变 飞出洞府 片刻之前 翡翠岛半空之中 树母云海汇聚 其中浮现出穷楼玉宇 高抬云席 逍遥宫施展天穷云海之术 大笑着款待几位猿鹰老怪 诸位 还请满饮慈悲 多谢逍遥宫 面对这几乎是大修士下第一人 几位猿鹰老怪都很给面子 一饮而尽 这翡翠岛景色极好 可惜了 忽然 一名赤虚中年模样的猿鹰修士 就是一探 他乃是正道火炼门门主 如今早已成了丧家之犬 见到这翡翠岛基业 也有些异动 席间猿鹰老怪顿时群情汹涌 不少大骂龙鱼岛主缩头乌龟 关键跑都不带他们一个 虽然他们跑了之后 必然也要毁掉古传宋镇 以断绝天凤追击可能的 这万岛湖早有流传 那龙鱼真君起家 就靠一个狗字 如今看来 果然名不虚传 又一位如生打扮的猿鹰老怪道 哈哈 此时饮雁为上 逍遥宫还想说些什么 脸色忽然一变 长青殿方向 一道青色顿光激荡 汹涌澎湃的法力压迫而来 令每一位猿鹰修士 都脸色顿变 等到看清来人之后 更是脱口而出 龙鱼岛主 你 你已经晋升猿鹰后妻 此时他们都知道 龙鱼岛主便是云杰子 而此人在妖族大战中 也才猿鹰出妻呀 这才过去多久 怎么就成大修士了 顿光收敛 方兮一袭青袍 背负双手 落在云台之上 面无表情地望着逍遥宫 令这位元英中期顶峰的修士 也不由心中忐忑起来 你们这些恶客 在我这个主人家里 倒是饮酒作乐 颇为开心啊 他眼睛微微眯起 带着一丝冰冷的杀气 逍遥宫一袭白袍 三缕长须 颇为先锋道骨 此时也不知用什么密法丹药 补充过寿元 看起来比之前还年轻了一些 起身拱手道 老夫借贵宝地设宴 的确有些失礼 稍后会有厚礼送上 龙鱼岛主还请 他心中暗恨同时 竟然还有些期待与火热 毕竟龙鱼岛主回来了 岂不是有古船宋镇 可以跑路 与躲过妖兽大劫相比 区区一座四街领岛 又算什么 这一个个当我软柿子吗 还是法不择重 方兮气急返校 决定挑一个枉死离打 废话真多 他轻贺一声 右手五指一抓 五道太乙轻目神光飞出 向逍遥宫击设而去 逍遥宫面色大变 化为一道白云飘荡向后 心念一转之下 无数云海汇聚 化作一鸣鸣士兵 手中还持着白色的盾牌 长矛等武器 扑 一道清光一闪 这些白云士族就瞬间崩散 此人的天穷云海之树 虽然大名响彻南荒 但跟方仙道主的庆云相比 又什么都不是了 见到天穷云海之树轻易被破 逍遥宫一挥手 一面云锦白帕飞出 其上云纹密布 灵光闪闪 显然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防御灵宝 但下一刻 五道清光掠过云帕 将其切割成无数碎片 去世不减 绕着逍遥宫转了一圈 逍遥宫周身一片片云雾般的防御 煞时间崩解 现出其后的身影 他喃喃着还想要说些什么 身躯骤然便四分五裂起来 无数尸体碎块当中 有白光一闪 一只通体洁白的猿鹰 施展云顿之树 化为一道白烟扶摇而上 顿速相当惊人 但下一瞬 一只灰白色的小塔 便落在猿鹰头顶 一圈光辉落下 逍遥宫的原鹰手中 高举一枚雪白云配 化作一道纯白光柱 落在灰白光幕之上 却悄无声息地溶解 这所邀塔的强横 显然超出逍遥宫的预料 助手 而此时 天星子的传鹰才姗姗来迟 翡翠岛之外 一黑一百两道顿光冲来 都有原鹰后期的法力波动 哼 方兮冷哼一声 天魔银随之而出 逍遥宫的原鹰如遭重击 身形一个亮枪 旋即便被锁妖塔吸入其中 他手中拖着小塔 转过身来 就见天度魔君与天星子联媚而至 神色既精且荒 那可是逍遥宫 纵然本座亲自动手 也未必能留下对方 天度魔君心中感慨 玄机就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站在一边 表示自己只是来凑热闹的 而刚刚喊出 助手的天星子也有些尴尬 他怎么也想象不到 龙鱼岛主竟然能突破原鹰后期 而逍遥宫在对方手下 竟然连两三招都接不住 此时 那如生与火炼门的原鹰修士 简直恨不得山 自己一个耳光 不知龙鱼岛主的神识 究竟听了多少 嗖嗖 这时 仅剩的一些原鹰老怪顿光 也赶了过来 方兮甚至看到了 如意门南宫里 这位千娇百妹的女原鹰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 显然是不愤被欺瞒如此之久 他摸了摸脸庞 决定还是不理会为妙 这时 天星子也知晓了情况 对于方兮更加惊惧 他隐约知晓 对方乃清帝山传人之事 更何况 此时已经晋升原鹰后期 轻易拿下逍遥宫 自己万万不是对手 天星子先行了一礼 龙鱼岛主如今归来 力挽狂澜者非你莫属 老朽不才 请龙鱼岛主就任正魔两道 总盟主之位 带领我等共抗妖族 天渡魔君略显诧异地 瞥了一眼天星子 不过玄疾心中冷笑 开口道 龙鱼岛主为正魔两道总盟主 本人也是非常支持的 这一幕反转 令围观的一杆原鹰老怪 几乎傻了眼 不过想到龙鱼岛主 刚刚落手灭掉逍遥宫 他们纵然有心反对 也不敢说出口 正魔总盟主 方兮听了 脸上却是露出一丝微笑 也罢 本人也就担任了吧 他搜魂了解 如今情况之后 心中大定 隐隐有一个大计划 既然天星子如此配合 不如成全他 拜见总盟主 天星子当即拜下 其余原鹰老怪面面相去 只能跟着行礼 等到方兮坦然接受之后 天星子才笑道 总盟主 虽然逍遥宫有错 但罪不致死 还请放出此人原因 戴罪立功 毕竟其修为也算可观 你的意思是大局为重 方兮脸上似笑非笑 对于这种先戴帽子 在搞道德绑架的行为 他一向反感至极的 天星子眼眸一亮 不错 正是大局为重 嘿嘿 若本座答应了 那接下来 为了抗邀大局 是不是还得捐出领导 供各位修养生息啊 方兮冷笑一声 传本盟主之令 除如意门外 所有原因 及其门人弟子 一日之内 给我尽数离开翡翠岛 否则 逍遥宫便是前车之剑 天星子见此 眼睛微微睁大 玄疾心中只能无奈叹息 好在他也不是非要救援 逍遥宫 如今既然龙鱼岛主 接了大一名分 也就不可能再拿之前事情 处置他了吧 天度魔君笑银银一拱手 谨遵令 他离伤魔宫之人早被约束 一直以七宝楼船为洞府 倒是根本无惧 半日之后 诸多顿光宛若逃难一般 仓皇搬出翡翠岛 长青殿内 方兮副手而立 一味为结单修士 进入殿中 海大牛见到方兮 立即大理败岛 声音中都带着哭腔 老爷啊 您可算回来了 您不在这段时日 翡翠岛都给那些外人 糟蹋成什么模样了